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法律博谈节目 在加州从事装修或者是建筑业的承包商 在遇到业主拖欠或者是拒付所欠款项的时候 如何通过法律途径来申请房地产的滞留权呢 今天 前检察官现任Arcadia市副市长 南加州知名审判出庭律师郑柏仁先生 想和大家分析这个问题 郑律师 你好 嗨 Candice 嗨 郑律师 到底什么是房地产的滞留权呢 如果一个人他是像工程师啊建筑商为您工作 然后最后的话他觉得你没有付你应该付的钱 他可以扣押你的资产在加州 经常会有很多人他们来我们的办公室 为了这个扣押资产 他会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第一件事情要跟每个人讲说 80%扣押资产是无效的 我再讲一次 80%的案子我看到是无效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商业法律条文143 跟7031在加州是讲说 如果你没有一个执照 然后你是为别人打工 然后你应该要有执照 你不但没有办法告 可是你做的行为都是无效的 所以我给你一个例子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帮你油漆你的房子 然后呢最后的话你是签了他五万块 可是他没有执照 油漆这个职位的话 铺地毯这个职位的话 他们都要有执照的 然后你没有付这个五万块 如果他扣押你的资产 这是一个无效的行为 然后我们很容易把这个案子打掉 那很多人会问说 如果今天他们是不合法 是无效 那为什么他可以扣押呢 因为加州 美国呢 部门他们互相的话没有沟通 所以今天扣押资产的部门 跟执照的部门 是两码的 两码的部门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他们互相不会打电话 说这个人有没有执照 所以我80%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扣押别人的时候 他没有执照 他明明知道说 加州不会去查 一个人有没有执照 然后最后跟客户讲说 你欠我五万块 可是你现在要付我 七万五还是十万块 因为如果你 不付这个钱给我的话 那这个房子就被扣押了 很奇怪的事情就是 买卖房子的时候 他们会做一个title check title check的意思就是 他们会看你的房子的背景 看你房子的背景的时候 他们就看说 你上面有没有 别人有一个扣押资产 在你的资产上 如果有 他的公司 虽然是无效的 他们会跟你讲说 不好意思 你要找律师 所以很多客户的话 他们最后 本来有一个很小的金额 的纠纷 变成一个很大的纠纷 然后最后的话 付的钱很多 还有一个法律呢 他是叫20-90-90 20-90-90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一个人在你的 所以contractor contractor 分成两种 第一种呢 是叫original contractor 第二种是叫subcontractor original contractor 的意思就是 他是跟你直接有联系 OK 像我给你一个例子 如果一个人 你请他直接帮你铺地毯 这个是叫一个original contractor 你跟他有一个直接联系 如果你是叫一个 算是一个承包商 然后他有一个大包 大包的话 就是general contractor 他分批那个工作 做给别的人 他叫一个人帮你做油漆 他有一个人帮你铺地毯 一个人帮你盖屋顶 那这个人呢 就是一个下面的人呢 就是subcontractor 那subcontractor的意思呢 就是他要给你一个通知 所以给你挥手 给你讲说 我现在在你家做事 OK 如果他没有给你一个通知的话 20天给你一个通知 那他的行为的话 就他可以告违约 可是他不能扣押你 所以我刚讲的 有一个20 90 90 我现在讲的这20 20的意思就是 在20天以内 他要给你一个通知 说他在你那里工作 如果没有 他给你一个20天的通知的话 他的行为去扣押你的话 是无效的 那承包商要分成两种 第一种呢 是一个直接的承包商 直接的承包商呢 就是他直接跟owner有关系 OK 所以今天如果你叫一个人 为你做铺地毯 是你直接打电话给他们过来 他不需要给你一个20天的通知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这个承包商 有在你的房子里面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你是有一个大包 大包在分批给别人去做工作 像你有一个general contractor general contractor的话 他就分批一个承包商做油漆 一个承包商做屋顶 一个承包商为你把冰箱带过来 等等等等 他们的分批的工作下面的人呢 他们是叫subcontractor subcontractor的话 一定要给你个20天的通知 让你知道说他被了一个大包请过来了 为你工作 所以如果大包没有付他钱 你owner会有连带责任 很多的subcontractor 算是这个小包 他们不会跟owner 地主让他知道说他在他那里工作 如果他没有给你个20天的通知 就是无效了 OK 好 那下一个是什么呢 90天要file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工作完成 还是纠纷完成的 纠纷发生的时候 还是工作完成 你有90天的时间 你有90天的时间 去递一个禁止令 递一个禁止令 那如果你是超过了90天的话 大部分的案子是无效的 OK 所以 那 如果有超过90天 政府还是会让你递 可是如果你打官司 你递主一定会赢 另外一种呢 就是最后的90呢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递了这个禁止令 你一定要打官司 在90天 所以20 90 90 如果你没有立案 开案的话 你的这个禁止令 是无效的 所以今天我讲一个例子 一个客户 他五年前 他跟人家有纠纷 可能 没有付一个铺地毯的人 没有付他一万块 那 那个铺地毯的人呢 我们就这样子讲 不管有执照 没有执照 他递了一个禁止令 地主忘掉了 三年以后 他把房子卖掉 然后他要卖掉的时候 他们做的这个调查 突然发觉了 有这个一万块的这个禁止令 然后你现在打电话 给铺地毯的人 铺地毯的人会跟你讲什么 不好意思啊 律师费用等等啊 你要付我五万块 我们刚学到的 20 90 90 这个禁止令是合法的吗 不合法 不合法 为什么不合法呢 因为 因为 20天 90天 他递了 可是他没有90天 开案在法庭里面 所以他的禁止令 是无效的 你可以很合法的 跟他讲 你要把这禁止令拿掉 你不把他拿掉 我就要打官司 打官司的话 我就可以拿回来 我的律师费用 那Title公司的话 会不会帮你做这个服务 他们不会 他们每一次都讲 同样的话 不好意思 只是我们今天的话 我们是他的公司 我们不是帮你做这个服务 你要找一个律师 所以呢 我为什么讲 那么多的法律 听起来很复杂 老实讲 我今天有一点不舒服 所以今天我可能 没有解释的很好 可是我要让每一个客户 这个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 要记得 20 90 90 为什么这很重要呢 是因为今天一个人 可以扣押别人的房子 这个是有一点无法理解 为什么一个人可以 五千块 一万块 一千块 可以扣押别人的房子 所以加州有这个 二十九 二十九十的原因 因为如果你没有造的 二十九十九十做事 虽然有扣押 可是这个扣押 是无效的 在二十 好 我们刚刚讲的 有直接联系 跟你有联系的话 你一定 他就不用给你 二十天的通知 如果你有一个大包 大包请小包 小包的都是 分工作的人 他们如果今天 他们想扣押你的房子 他要事先给你 一个二十天的通知 你做 就是无效的禁止令 第一个九十呢 就是要在九十天以内 从纠纷开始 还是从这个工作完成 他要放一个禁止令 如果有超过九十天 虽然政府会让他放 可是这个禁止令 是无效的 第三的九十的意思 是什么呢 从他递了这个禁止令 他有九十天的时间 给你打官司 如果他递禁止令的时候 在九十天以内 他没有开案 给你开始打官司的话 这个禁止令 也是无效的 那如果今天你发觉说 有一个无效的禁止令 你要知道说 你一定要 你可以跟对方讲 你的禁止令是无效的 如果他还是不愿意 把拿掉的话 你就可以告他 如果你告他的话 法官理论上 会让地主赢 然后你可以拿回来 你的律师费用 所以说确定 这个禁止令是否有效 就是按照您说的 二十九十和九十 这样的一个标准 去衡量对吧 对 有的时候可以延期 有的时候可以延期 有的时候可以缩短 可是这个话题的话 会比较困难 让一般的购买性了解 可是你可以递文件 让他延期 你也可以递文件 让他缩短 如果实在是不清楚的话 还可以联系 郑博人律师 详细的咨询 of course 打电话给我 我们电话很容易寄 六二六五七零 八八八八 六二六五七零 八八八八 郑律师 刚才您说的这样的一个房产扣押的权利 什么样的人可以提交这样的一种证明呢 那什么情况 一般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 自己的这个房子可以被别人去提交这样的一种房产扣押的权利呢 什么人如果是进步你的不动产都可以放 嗯 所以今天如果人家有有带货给呃给你的房子他也可以放如果今天有员工他们也可以放呃今天home depot的呃这个你今天你请一个home depot的人他过来你没有付钱他也可以放什么人都可以放 放这个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我这个会扣押你的房子啊你最后把房子卖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买一个房子是百分之九十八的权利啊百分之九十九的权利啊他要百分之一百的权利啊他是买百分之一百的房子他不是买一个百分之九十九的房子 嗯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想要放这样的一个禁制令的话他到哪去放呢 他是他是他是哦他是到洛杉矶县我们当然有为很多客户这样子做嗯啊他是到呃如果是在洛杉矶的话就到counter recorder如果呈现是到他们的counter recorder这是一个表格很容易点呢 嗯如果这个房子被人放了这样的一个禁制令的话房主是一定知道吗还是说并不一定会知道 老实讲我们每一天呃呃呃这个地主收的信很多啊所以你唯一需要的就把寄给他地主很多次他们被扣押他们都不知道啊 只有卖房子的时候才会知道啊嗯啊像这样的一个诉讼的截止日期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他期限嘛我们刚刚讲就二十九十九十嘛啊如果您有一个禁制令那九十天没有开案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一个无效的禁制令虽然禁制令还是会存在在你的房子上等到你打掉 嗯好那郑律师呃在有关房产禁制令方面您还有什么想要提醒广大的屋主的呢 我最后我再跟你讲一次很多的人没有执照执照的人虽然没有执照还是可以扣押你们房子可是你可以很容易赢很多的案子的话不但呃呃呃没有执照的话 它的期限早就过掉了如果今天你拿到一个禁制令的话不要着急啊你可以找一个律师这个法律不是很困难 虽然很多律师不懂这个法律可是很容易可以学嗯好非常感谢郑律师的分析哈今天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良知的丧失是做人最痛心的事正义的轮亡更是一个社会最悲痛的现象追求正义的脚步从未停止希望与挫败的争辩中有我们为您保驾护航 遍世间公益书天地正义 我是郑伯仁律师 Built on Integrity and Dignity 郑伯仁联合律师事务所 我们下期节目